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第三名 柯浩然实力地境级别书院小师叔 一柄千钢剑打遍天下无敌手 因为形式作风简单粗暴 也被称作是磕疯子 修行天赋无人能出其右 堪称江夜里面的全书第一 书院二师兄君墨生平最佩服的人 是宁缺之前的书院天下行走 无论修行还是别的事情都是一学便会 佛宗说的什么知见障 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 修炼的速度让夫子见了都感到害怕 柯浩然16岁自创浩然见 夫子发现他的天赋后 想让他在休息的路上烧走一些弯路 于是提出要收他为徒弟 不曾想柯浩然直接拒绝 并且表示世间没有人有资格能当自己的老师 他的老师只可能是他自己 夫子起初很生气 但因为爱惜他的才能 最后提出代师收徒认了这个师弟 书院后山从此多了一位小师叔 柯浩然虽然在修习天赋上极其暴胀 但脾气却也是又臭又硬 世间大多数的功法他都看不上 所以夫子让他学的很多东西 他都不肯去学 宁缺曾在魔宗山门内评价连生32是万法接通 意思是学什么会什么 对此连生表示 柯浩然在天赋上是一剑通万法通 他这辈子也只会这一种功法 却能凭借浩然剑模拟出世间万千道法 他可以用浩然剑模拟出浩天神灰 也能创造出连生生平最骄傲的繁龙大阵 世间一切道法都可以划于他的一剑之中 这个能力可比万法接通高明的太多了 这个天赋让连生看了都摇头 灌主看了要流泪 比满级人类还要满级人类 不过柯浩然修习的浩然剑也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需要在身体中另造一个天地 然后引天地元气入体 这个修行方法被世间定义为魔宗功法 夫子为了保护师弟 用禁制将柯浩然关在后山崖洞里自悟 三年后 柯浩然学会用浩然气演化成浩天神灰 破崖而出 无数魔宗强者纷纷毕命于他的剑下 从此柯浩然成为书院第一代天下行走 柯浩然的一生都有哪些巅峰战绩 夫子对柯浩然是非常寄予厚望的 他把破解浩天世界秘密的希望 都放在了柯浩然的身上 据叶红瑜描述 柯浩然在还是动玄境时 就一剑斩杀过盗门的知命境强者 而柯浩然的人生转折点 则是他认识了一个叫连生的朋友 连生与柯浩然是好朋友 两人一样的天总之姿 这可惜当两人并肩而行时 世人口中谈论的却总是柯浩然 这让连生非常的恼火 尤其是在柯浩然率先谈起女朋友后 连生决定要毁掉好基友的这一切 烂科寺于兰结盛会 连生策划了一场蔑视之战 他先是吃掉柯浩然的未婚妻剪笑笑 然后杀光了盛会中的所有人 最后又把这一切嫁祸给西陵 连生本以为这一切都策划得天衣无缝 不曾想被柯浩然一眼看穿 魔宗山门外 面对千年前魔宗第一任宗主 设下的快蕾大阵 柯浩然一剑斩之 何以交快蕾 胸中一股浩然气足矣 柯浩然提剑驾驢呼天喊地 杀入魔宗山门 图禁魔宗所有高手 魔宗第一任宗主留下的吴子碑 被柯浩然刻下 书愿柯浩然灭魔宗于此 柯浩然杀了魔宗山门内的所有人 却唯独没有杀连生 他对连生的恨意到了极致 最后柯浩然用浩然气 模拟连生生平最得意的繁龙大阵 以轻石为离 以剑痕为山 将他锁在古山之中 继续孤零零地苟活于世 柯浩然单剑灭魔宗的事迹 不久传遍天下 然而他对此却没有任何性质 夫子对柯浩然的一反常态 很是担心 跟他聊了三天三夜 往后的日子有很多人 怒柯浩然之名来书院挑战 柯浩然用剑杀光了所有挑战者 直到再没人敢挑战 夫子曾跟宁缺说过 单剑灭魔宗 还不是柯浩然的最强时刻 回到书院后山的他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成长着 等他第二次出山时 才是他真正强大的时候 柯浩然第二次下山 都做了哪些事 柯浩然面对来书院的挑战者们 他从战斗中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成长着 就连夫子看了都感到害怕 然后他也产生了 与夫子一样的苦恼 他开始对这片天空产生了疑惑 于是决定去和浩天战上一场 夫子听说后很反对 告诉他不可能打赢浩天 但柯浩然却表示 不打一场 怎么知道能不能赢呢 这种事情当然要先打了再说 夫子也不敢太用强 毕竟柯浩然的脾气非常大 曾因为一碗牛肉面 就跟夫子对骂三天 第二次下山的柯浩然 没有掩盖自己入魔的事实 他一人一驴一剑 败进天下无数高手 西陵见状 照告天下说柯浩然入魔 柯浩然一怒之下杀上桃山 打败当时的西陵长教 眼看没人能管束他 盗门之手冠冠主陈某亲自出手 结果还是败于柯浩然之手 盗门无数隐士强者进出 柯浩然走到哪里杀到哪里 被众多高手包围却境界不断突破 最后他忍无可忍 终究选择了拔剑问天 亲上神国与浩天一战后被灭杀 是江义世界中近千年来 第一个敢于拔剑问天之人 对夫子来说 柯浩然是夫子的全部心血 柯浩然死后 西陵神殿严禁任何人提及 他的名字和事迹 因为他在世间 留下了太多的伤痕和震撼回忆 关于柯浩然的最后境界 作者并没有交代 君墨把小师叔和夫子化为一类人 桃山光明即时 浩天面对人间最强的柳白 评价他未来说不准 真的能跟那个疯子一样强大 可见人间第一的柳白 跟当年的柯浩然 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面对盗门身间多个武镜之上的灌主 和几十名知名巅峰 多名武镜之上的强者 柯浩然一人一剑 就能将这些打到非死即残 可见柯浩然的战力非常的恐怖 有一定概率是达到了第七景